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霸 人家說複雜的事情簡單做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 而重複的事情 我們就要交給機器人來做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這款 追逆L10 Ultra全能掃地機器人 它不只掃脫合一 避障夠聰明 而且還一切全自動 它能夠自動集成 自動洗脫布 自動添加清潔液 自動補水 自動烘乾 還能夠用小米米家的APP 一鍵操作 總之你能想到的 它全部都包了 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OK Let's go 好 我們先來看L10 Ultra的這台主機 它採用前掃後拖的設計 那前面是單邊刷跟主刷 那後面是雙圓盤的拖布 它可以掃地拖地同時進行 所以它的效率會很高 那它擁有業界最強的5300P的吸力 那到底有多強呢 我這邊準備一些家裡常見的一些 灰塵 毛髮垃圾把它倒在地上 讓它來吸一次 那你可以看到 只要它走過去就立刻乾乾淨淨 而且就算是比較大的一些毛髮 灰塵也都沒有問題 它會掃脫同時進行 那我們再來看到它的拖地 那下面這個雙圓盤的拖布 每分鐘會用180轉 那拖布也會自動升降 那它有仿真人的自動加壓 那在機身裡面有內建一個小水箱 那以它的行走速度來說 差不多每塊區域會旋轉到兩次以上 它拖過的地大概都會保持一分鐘就自然風乾的濕度 那它在打掃家裡的時候 會不斷的回洗拖布 那回洗拖布的時候 拖布還會自動抬升 可以避免你二池污染 相當貼心 像我家是木地板 你看木地板居然會有反光 我跪在地上擦地 都沒有辦法這麼乾淨 除了肉眼可見的灰塵跟垃圾之外 L10 Ultra它特別增加了這個除菌功能 也就是銀離子除菌 這別家是要加購 追你L10 Ultra它直接送給你 還有另外一點很重要 就是避障跟地圖規劃 這台L10 Ultra它也很聰明 它上面內建這個AI Action的視覺避障 它可以看到家中各種的障礙物 它的邏輯就是遇到高於2公分的物體 它就會自動閃開 它地圖產生的速度也很快 它也會自動區別房間 像我家第一次放下去 讓它快速見圖的時候 它就立刻幫我把每一間房間 都自動規劃好了 那之後我也可以依照不同的房間 去規劃清潔方式 比如說比較髒的客廳、廚房 就多少兩次這樣 非常彈性 追逆身為米家生態鏈的優點 就是可以用米家的APP 統一管理你所有的設備 那我們這邊打開米家 我們就可以制定它的清潔程度 比如說拖地的濕度 或掃地的強度 那我們使用APP來操作也蠻容易上手的 它可以快速建圖 或者是建立很屌的3D地圖 或者是實景障礙物顯示 我覺得最強大的就是L10 Ultra 在掃拖的過程中 我完全不用動手 掃拖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自動回去洗拖布 掃拖完成自己把垃圾清空 會自己清潔機站加充電 還會熱風烘乾拖布 避免發臭 而且它是用45度高溫 業界最高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它的機站 那L10 S Ultra的全功能自動機站 雖然功能非常完整 它的設計是瘦高型的 相較於其他品牌 它是不佔地板空間的 正面有一個小斜坡 L10反加充電的時候 可以順著爬回去充電加自動清潔 在下方有兩個冰式型的清潔塊 脫步回洗的時候 可以在上面轉動自動清潔 再來看到中間這塊銀色面板 它是集成艙 它採用是磁吸面板 很有質感 那中間這個是集成袋 那這塊面板把它轉過來看 裡面還藏著一個清潔刷 上面還有一個毛髮刀片 這邊是它的小設計 我覺得還不錯 設計的整個都很有質感 再來上面它有兩個水箱 加清潔液的水箱 你可以這樣把它掀開來 然後去補水加水 左邊是污水箱 右邊是淨水箱 那中間可以放你的清潔液 那前面提到的這個銀禮指除去模組 就在清水箱的這個下面 以我家這種正常一天掃脫一次的頻率來說 大概五天才需要換一次水 那換水你就直接把兩個水箱提去廁所 把髒水倒掉再加清水 非常省事 好最後總結一下這一陣子使用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比如說它能不能自動替機器人補水 脫部有沒有自動烘乾 有沒有銀禮指模組 或者是機器人本身有沒有AI視覺避障 或者是脫部自動抬升 那追尼L-SATRA是目前市面上 少數壓在25000左右 但是功能全包的機種 那它有少拖合一 AI視覺避障 一切全自動 它能夠自動集成 自動洗脫布 自動添加清潔液 自動補水 自動烘乾 自動除菌 還有一件清洗機做 那一週只要換一次水 兩個月換一次集成袋 那甚至它還可以用小米的米家APP 一鍵操作 也能夠使用最膩的APP 真的是完全全自動 那我家的地板永遠都會是乾淨的 非常爽 可以說是CP值爆表的全能掃地機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一定要認名台灣官方代理的公司貨 不要去買水貨 因為水貨沒有安規認證 APP不支援 沒有台灣官方的售後服務 特別是水貨的電壓 跟台灣的電壓是不一樣的 它的集成力跟烘乾效果 都會大打折扣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台的話 一定要選擇台灣官方代理的公司貨 好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請參考下方的資訊欄連結來購買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請訂閱